缆投资国内专业的互联网理财平台 收益超银行活气数倍 以为众多用户带来丰厚收益 缆投资理财新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年12月16号到18号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 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嘉宾出席会议 其中不乏中国及海外的互联网大佬 小米科技董事长兼CEO雷军也在其中 还记得就在一年之前 他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叫板苹果公司 表示小米在5到10年之内 将会成为世界第一的智能手机公司 他信心满满的言论引得众人关注 对于46岁的雷军和他的小米来说 2015年是挑战和机遇并行的一年 国内手机市场日趋饱和 手机厂商之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 而在另外一方面 小米也在不断地求变 扩展生态家居等新领域业务 为企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前不久雷军出席了 由财新传媒主办的第六届财新峰会 在对话创新者分论台上 同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 围绕互联网泡沫 农村互联网市场 以及创新创业等时下的热门话题 展开了讨论 对于这个企业 或者对于准备融资的企业 在价格特别高的时候 借到钱高兴呢 还是在价格比较合理的时候 借到钱高兴 我怎么观察到很多企业 对于自己能够估得很高 就很兴奋 而且呢 就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比和这种 被投资者的这种认知 好像有关系 我觉得价钱合适最重要 这是很多创业者不理解的 创业者觉得我价钱越高 我好像就成就越大 然后我每天越激动 因为我自己也做了很长时间的 天使投资人 今天也在做VZ 我就觉得呢 很多创业者 有一个巨大的误区 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觉得我作价越高 我就越成功 其实 其实 作价高不表示 你把公司卖给别人 它不是一次性的 这个投资和融资 这个过程好像结婚 你要别人给的价钱越高 别人对结婚以后的要求就越高 就是说你的价钱要的很离谱 那这个投资人在你的董事会上 在公司里面 就会给你支加很多的压力 其实VZ的那本合同 大概四五十页 你只关心的那个看起来表面的价钱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很磕磕的条款 其实都是你要承受的 所以呢 总体来说呢 融资不是卖公司 就是双方合适的价钱最好 不是越高越好 我觉得越高越好 背后所隐含的风险 其实挺高的 明白 这个很受启发 另外我想问你现在移动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移动后边这个风呢 你刚才讲到现在是 深秋初冬 深秋初冬这个季节 在北京其实是最好的季节 不过很快就会到冬天 那我想问你啊 移动后边这个时候 这个 这股暖气还能吹多久 下一步是什么样的走向 另外垂直领域在这本风中是 哪些领域值得关注 五年前呢 移动不了在中国开始兴起 五年前 说实话我们谁也没想到 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移动互联网就到了巅峰状态 所以很多创业者跟我讲 觉得移动互联网没啥可做的 其实这也是代表这个社会上的一种一种看法 因为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第一轮的跑马圈地结束了 你要想很容易地获得巨大的成功 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第一步已经没机会了 所以真正的移动互联网对全社会的影响 我觉得才刚刚开始 才刚刚开始 前几天呢 我在一个会上讲了一个观点 很多人觉得今天的这个 这个创业找方向一间呢 这个巨头凝利 其实我说你关键要看未来十年的机会 我举了一个例子 我举的例子呢 是两年多前啊 我们宋伟资本期出来了 就是农村互联网 我们认为农村互联网有巨大的机会 好 大家可能会问说 农村互联网跟移动互联网有啥关系 其实这里面真正的逻辑在哪里呢 真正的逻辑是 大家设想一下 今天一个500块人民币的手机 就可以做到非常好的计算性能 两级的内存 16级的存储 就是500块钱就行了 然后加上过去一年多时间 这个4级在村子开始普及 也就是说 它拥有很好计算性能的智能手机 很便宜 再加上4级的普及 这就意味着 农村将跨过PC互联网的时代 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 那农村这个市场的需求有什么新的特点 值得关注呢 我觉得农村在互联网技术和IT技术 其实农村缺了两代 第一个缺了我们早期的IT 接着是互联网 今天它会把这两个时代全部卖过去 也说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 农村将会卖过城市经历的20年的演化 从IT化到互联网化到一度互联网化 它会三步并一步 这个跑步进入一度互联网的时代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 你发现农村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不是一件两件事情 是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维度都可以干 而且我认为在十年之内 会产生一大批百亿美金的 市值的农村互联网的公司 还有就是说现在 大家都谈企业级市场和消费者市场 你刚刚谈到农村肯定指的消费者市场 就想问问这个企业级市场和消费者市场 这块应该怎么区分和怎么看 应该来说中国的企业应用市场的规模 还是非常小跟美国相比 还是非常非常小 这个像中国本土最大的像用友 像经典这样的公司 相对的企业规模 跟国外的做ERP做SARS的公司比 我觉得规模还有巨大的差距 除了我们IT也以外 别的行业的老板自己用ERP的很少很少 所以过去更多的是为了赶时髦 或者也有一些经营上的压力 但是今天你几乎看到全社会 一个杂货店的老板也在用手机 这个任何一个人都会用手机了 所以马上就开始 云服务加手机会渗透到企业管理里面来 就这个因素的变化使我认为呢 在未来十年也是中国企业应用的春天 才刚刚开始 未来哪怕我们一个杂志社 也会全部的IT都在手机上实现 使管理变得非常非常地轻松 每个都能够使用 所以在未来十年里面 我自己也居然极其看好 中小企业的管理应用 SARS和云服务 从今年二月开始 滴滴与快递 五八语赶集 美团和大众野评 以及去哪和携程 各个垂直行业的小巨头相继合并 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格局 也在快速地发生变化 而所有的合并当中 都能看到BAT 也就是百度 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身影 那么雷军又是如何看待 BAT三大巨头竞争下的 中国互联网产业 我们看到从去年 甚至前年开始 并购成为一个大型的 互联网公司的并购 成为一个很显著的特征 今年的很多垂直行业 大家也在谈合并和并购 都看得很清楚 那原先我们理解 这本身是一个完全竞争领域 就是有无数个竞争者 现在感到好像是一个 迟早都要归BAT的这么一个局面 就很多人又这么讲 你怎么看这个BAT的这种 统治地位和 怎么看这个在BAT框架下的 中国互联网的产业前景 我个人认为 今天中国最著名的是个和平案 我个人认为是好事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企业 包括创业者企业家的观念的一种进步 这十多年来 因为整个中国人的特点 就是您做鸡头不做凤尾 每个人都喜欢单挑一摊 所以使并购变得异常的困难 其实过去十五年来 中国发生的互联网上发生的 并购案很少很少 大家不管怎么样都自己走个小摊子 对 好 我觉得今天的话呢 过去的一年 突然发生了四起非常大规模的 并购案 不管未来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我都觉得值得我们大家拍手叫好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最最重要的是 那个合并以后 能够提高效率 能够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能够减少恶性的竞争 而且是市场秩序很快得以优化 如果这股风潮起来 我觉得得我们讲的大众创业 还有巨大的帮助 就是说一个能够真正上市的企业 毕竟数量是极少数 那我做到一个差不多的规模 把东西卖掉 其实也是创业者很好的选择 我觉得当这样的话呢 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还会越来越好 因为并购产生的频率越高 创业者推出的通道越多 投资者的热情越高 它就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如果原来只有华山一条路 就是我要上市 上不了市我就是失败 我觉得这个对创业市场来说是非常非常残酷 我觉得有了并购以后 这个出口增加了 这个大家的创业热情也提高了 并购当然是提高行业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可以说成结果 但是刚才我一直问到BAT 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关于 最后都到BAT 会不会使得这个竞争变得 变得接近于零 或者变成寡头竞争局面 还是有这种担忧 这个问题我从两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第一个方面 就是说中国互联网会不会出现寡头经济 我觉得今天至少有BAT三家 三家竞争出现绝对的寡头的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大家对寡头的担心 我倒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问题是怎么强化对不公平竞争的管控 维持市场的秩序 我觉得公司大不是错 我觉得错在利用大 然后进行不公平的竞争 这才是我们要管控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第一点的话 就是说大家对寡头的担心 不要担心是因为他大 担心的是他不公平竞争 然后遏制整个社会的创新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交流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的话 我还是跟我移动互联网只是第一个阶段 我们原来只有BAT 今天又出现了独角兽 又出现了四个小巨头 这说明整个市场环境还是越来越活跃 我觉得可见的十年内 中国依然是创业的黄金十年 还有无数的机会 巨头进入这个行业以后 这些创业企业应该怎么做 是马上做的比较像样子卖掉呢 还是去想竞争呢 还是怎么走呢 应该怎么走 他们需要一些具体的建议 我们一定要坦然面对今天的市场格局 我觉得才能生存 你不可能在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上大 你一定要回答 巨头干了你怎么干 别的创业团队干了你怎么干 你有什么样的预判和什么样的策略 在未来的竞争里面也能生存下去 我觉得回过来就是你的公司需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 是吧 你是不是动作比人快 你是不是产品比别人做得好 总之你得有超强的竞争力 你才能胜出 还有一个问题就关于硬件 因为你对硬件也比较熟 就想问问你 就是说现在智能硬件的原来也受到关注 但是现在我感觉到好像这个市场需求不是那么显著 这块是你是怎么预估的 或者说怎么通过创新去刺激这种需求的成长 我觉得智能硬件的这一波热潮 是从去年年初Google收购了NAS的开始 到今天为止都不到两年时间 我跟为已经取得了非常疯狂的成长 非常疯狂的成长 我跟为智能硬件和IoT会是未来五到十年非常主力的方向 这一点跟过去谈IoT不一样 过去的IoT是用PC控制 现在的IoT都是用手机控制 这样的话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会越来越美好 我跟IoT第一个阶段都还没有走完 现在怎么说呢 我觉得现在真正的智能硬件的用量比例还很低很低 我觉得还有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性 而且智能硬件应该是今天市场上最重要的热点吧 雷军有一个著名的观点 台风来了 猪也在飞上天 他强调创业的关键是隋大使 而这一理论也被无数创业者奉为圣经 进房地产 OTO 社交媒体和物联网等一系列潮流之后 谈到对下一个风口的预估 雷军给出了三个方向 农村互联网 企业级市场 以及趁农民间 你有一句著名的话就在风口上猪也会飞啊 然后你呢这么多年的商业实践啊 从做实业到投资到做实业兼投资到做实业 你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下一个风口预测的比较准 我就想请教一下 大家都在谈互联网加的时候 这个加之后的趋势是什么 下一步的风口在哪 我觉得互联网加还在第一个阶段的 刚刚开始的阶段 还没有真正完成 所以在互联网加的领域里面 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机会 至于未来十年的风口啊 我刚才已经讲了两个方向 我觉得第一个呢是农村互联网 第二个呢是那个企业应用 企业应用和农村互联网 在未来十年里面都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在农村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 两年前应该是三年前我们提出来 两年前我们开始推动整个行业的投资 这是我们未来十年最核心的投资领域 我们今天大概投了十难家 我们的目标是至少投一百家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不仅仅是风口 我觉得我们做投资 还是要推动整个社会进步 要帮助这个国家 帮助这个民族 帮助每一个在里面收益 我觉得农村问题还是中国最核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对这个社会有点贡献的话 也使我们自己会有一些成就感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志于做农村互联网 这个我们非常愿意提供支持 其实我提出农村互联网 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案子 但是按我看到是过去一两年 我们已经投了十几个案子 我觉得这个市场在逐步的起飞 我就想你预测一下中国的自己的 回望市场开放的前景 因为我们也知道 现在Google Facebook都想进中国 你觉得中国回望整到现在 是不是还是国际竞争是比较少呢 还是比较多呢 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通过过去二十年的成长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公司 其实已经具备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讲我们全面超越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浮夸 我觉得在某些领域 某些方向 我觉得中国在领跑世界 我觉得我们自己应该还是有这种自信 那我就说 那如果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角度呢 你觉得从世界范围看 你觉得哪些市场你比较看好 另外哪些是我们的优势 可以走出去走得比较好的 您是说互联网还是投资互联网 对 我也就是新型产业 特别是互联网 我觉得相对而言 因为我们中国呢 几件事情比较发达 我觉得第一个呢 是互联网比较发达 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们是世界的制造中心 世界的制造中心 我觉得消费升级的产品 在全球我们应该都有巨大的机会 就消费升级了 我觉得今天中国也处在 制造业的一个变革阶段 未来新国货会一步一步兴起 什么叫新国货呢 就是所有的中国产品 不仅仅是天井 最重要是质量好 用户体验好 我觉得互联网其实普及了这个用户体验 就是用户体验很好 质量也很好 还跟一天一样的便宜 这个我觉得当这一步来临的时候 其实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任何度会大幅度提升 我相信伴随着这一点 也会产生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 近年来在国内手机市场日趋饱和的状态之下 小米加快了海外市场的拓展速度 以印度为例 自2014年7月进入印度市场以来 小米手机在当地的销售量已经达到了300万步 而且还在持续地保持增长势头 谈到小米的国际化战略 北军说 他们将继续加大对印度等亚洲市场的投入 而并不仅为进军欧位市场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环境里面 其实印度是一个不错的亮点 印度经济现在表现非常好 相比较中国 我觉得印度的基数要低很多 这个印度也是小米的核心市场 我们在印度的投入也非常的大 讲实话呢 我们现在正在看印度的这些创新的企业 我们也满愿意在印度市场投资 相比较估价而言的话 我觉得印度的公司的估价 比中国公司可能还要贵不少 还要贵不少 所以是不是合适我们还在看 美国市场呢 关于美国市场的话 我觉得美国市场呢 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 我觉得小米今天经过五年的高速成长 可能事情得一步一步来做 我觉得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 是在中国市场真正站稳 然后在新兴的市场里面 要获得相对大的风格 我们会把欧美市场放在小米战略的决胜点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机还没到 还没进入决胜阶段是吧 对 那比印度再稍微的下一层的市场 比如非洲市场呢 我们在看很多的市场 我们在看印尼 在看巴西 在看很多的市场 当然做国际市场 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比如说过去一年里面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是货币贬值 过去一年里货币贬值超过40%的国家 应该一大堆 40%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去了当地 你的成本基本提高了 80%或一倍 然后这样的产品 当地能不能卖得出去 因为货币贬值很严重 所以做国际市场很痛苦 雷军你是一不一个脚印啊 我就想问问你 你心里头觉得决胜阶段 还有多少年才能记录决胜阶段 关于这个问题呢 正好昨天我们小米的几个高管 一起在聊天啊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叫顺势而为 我觉得我们不要有太明确的KPI 太明确的时间表 我觉得到了那个势头的时候 这个决胜期就开始了 我觉得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小米现在在夯实基础阶段 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 第一个阶段的成功 我觉得需要一个夯实的过程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还是希望小米能回到初心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呢 我们的初心是把产品做好 然后能让我们的本事喜欢 我觉得这是最最关键的东西 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好